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感觉上也是很冷 可以说冬天是已经站稳脚跟了 虽然说现在身外特别冷 但是天也没亮 大家抬头去看看天空 可能会看见特别美的景色 因为一轮圆月正挂在天空 这也是送给早起人最好的礼物 那今天使阳的日出时间是6点53分 日落时间是16点17分 那今天呢 使阳是晴天 今天的温度和昨天相比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最高温度零下一度 最低温度零下12度 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 温度相比今天还会略有下降 最高温度零下2度 最低温度是零下13度 那今明两天呢 全省各地大多数地区都是晴火多云的天气 只有大连今天明天呢 会下雨加雪 那今天和明天呢 全省各地的温度相比昨天变化也不大 而且未来一周全省各地呢 降水概率都会比较低 温度起伏变化都是不大的 今天白天 大连 安山 丹东 营口 盘景 最高温度1度到4度 其他地区是零下3度到0度 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 最低温度大连零下4度到零下1度 安山 丹东 锦州 盈口 盘景 葫芦岛零下9度到零下5度 其他地区是零下14度到零下10度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风力的情况 今天全省各地的风力都不大 但是呢 还是以北风或东北风为主的 大连的风力会是4到5级 沈阳 丹东 复兴 辽阳 田岭 朝阳的风力将会是2到3级 其他地区呢 将会集中在3到4级 那预计明天呢 大连是雨加雪转多云 其他地区呢 都是多云转晴的天气 那明天呢 各地的温度相比今天变化也是不大的 那现在呢 刚才说了沈阳的室外温度挺低的 零下12度 这冬天呢 也是越来越冷了 不过呢 现在室外的空气质量非常的好 室外的PM2.5指数是30微克每立方米 空气质量优 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彭博 好的 谢谢陈墨 我们来关注新闻 11月30号 沈阳市铁锡区委宣传部官方微博 通报了沈阳127中学教师金某有偿补课 家属殴打学生家长事件的处理结果 来看一下 沈阳市第187中学班主任金某违反连结纪律 违反职业道德 给予金某开除处分 沈阳市第187中学教师张某同某参与此次有偿补课 违反连结纪律 给予张某降低岗位等级 留党查看两年处分 给予同某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沈阳市第187中学校长金某党总职书记何某违反工作纪律 分别给予校长金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免去其沈阳市第187中学校长职务 给予党总职书记何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沈阳市第187中学副校长江某违反工作纪律 给予副校长江某党内警告处分 沈阳市第187中学7年级教学主任孟某违反工作纪律 给予教学主任孟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免去教学主任职务 区教育局落实教师师德师方建设工作不利 对全区教师有偿补课问题治理不到位 给予区教育局局长贾某党内警告处分 给予分管副局长郭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免去副局长职务 鉴于副局长严某对违规补课等问题日常教育督促不利 给予其批评教育 给予学前与终身教育科工作人员戴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监审科工作人员张某 李某党内警告处分 对监审科科长陈某借免谈话 另外 诗事教师丈夫刘某 已由诗阳市公安局铁锡分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 给予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 有常补课犹如一颗毒瘤 铁锡区这一刀必须点赞 手术做得又快 切得又干净 表明了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 不顾惜 不容忍 非常坚决 很多网友称赞 干得非常漂亮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从讲政治高度 整治刑事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 我省纪检监察机关对今年以来查处的四起 不担当 不作为典型案例进行通报 府顺市顺城区政府办公室原党组书记主任汤华 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局长吴立书 在公车拍卖中履职不利问题 汤华 吴立书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丹东市凤城市红旗镇林业站原站长周继帖 在人员聘用中把关不严问题 周继帖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辽阳市红伟区公安分局新村派出所所长牛忠民 在火灾隐患整改中失职失责问题 牛忠民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铁岭市西丰县营厂乡原副乡长曲金松 违规审批清淤工程问题 曲金松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少数四起问题是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 究其原因根本在于理想信念 宗旨意识不牢固 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不足 依法治理精准失策的能力缺乏 广大党员干部务必以案为鉴 主动对照检查自觉引以为戒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 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 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 促进完善发展的作用 要强化斗争精神 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抓起改起 深化治理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 只表态不落实 维护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 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等突出问题 权力缩短说了和做了 发文了和落实了 开会研究了和问题解决了之间的距离 要坚持言管与后爱结合 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 让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 要坚持三步一体推进 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巩固拓展作风建设成就 推动画风成熟成为习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我省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 11月29号0点到24点 我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无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截至11月29号的24点 尚有一例无症状感染者 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今天进入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 这个月一批新规将会开始实施 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新规 将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日前出台的相关指导意见 我国将全面推行证明事项 和设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 今年12月31号前 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 要出台本地区本部门 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的实施方案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 12月起正式实施 其中明确禁止忽悠式打折伎量 经营者在促销活动中折价减价 应当明确标明折价减价的基准 未标明基准的应以同意经营者 在同意经营场所内 活动前7日内最低成交价格为基准 从2020年12月23号起 金户高铁将实行浮动票价新规 届时将根据客流情况 区分季节时段席别区段等 建立灵活定价机制 在上海 关于进一步规范存量房房源核验 及信息发布工作的通知 将自12月15号起实施 要求经济机构通过门店网站等各类渠道 发布拟出售的存量房房源信息 应明确标志房源核验编号及二维码 对发布虚假房源房价等违规行为 将进行惩处 12月1号起 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 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 将正式实施 海南省将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 含有聚乙烯 聚饼烯 聚本乙烯 聚绿乙烯等 非生物降解 高分子材料的一次性塑料膜 塑料袋和餐饮具 替代品包括全生物降解塑料 纸 布 码等制品 和可重复使用的塑料框 篮子等 近日上海地铁不少车厢内都贴出了 使用电子设备时禁止外放的标识 12月1号起 新修订的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 将正式实施 其中新增了针对手机等电子设备 声音外放的禁止条款 如果你是手机外放的话 你在社交里面可以调到别人的手机 如果我坐在他身边的话 肯定会对我的很快 我这就比较安静一点 我觉得是个比较不错的规定 禁止外放的话 是以无然也是无然的一种 那么地铁中每个人都有 禁止外放的话 可以更好地保护这一个需求 应该的 我说这个门你们就大家都要自己了 手机外放是经常遇到 如果说你周围没有人睡觉 或者是怎样的话 你外放的音量比较小的情况下 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 其实大东西可以忍受这一点宽容 每个人的认知不同 他处置的世界观不同 所以他行为也是不同的 能够理解 但是我觉得这种行为 还是可以出带一些相关的会商制度来支援 11月28号 刚刚完成万米深潜 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做底的 奋斗者号潜水器胜利返航 10909米 它制造的中国在人深潜新记录 让中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实现万米在人深潜的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 奋斗者号的很多硬核技术都来自沈阳制造 奋斗者号这个大国重器 全身上下都是打破纪录的国创技术 要想搭载三名前行员 球形载人舱的直径就必须加大 中科院金属研究所钛合金团队 采用自主研发的钛62A钛合金新材料 为奋斗者号建造了世界最大 搭载人数最多的潜水器载人舱球壳 载人舱是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的核心关键部件 是人类进入万米深海的硬件保障和安全屏障 标志着一个国家载人潜水器的技术水平 此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全海深潜水器载人舱可搭载两人 2016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立项后 中科院金属研究所牵头 联合保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集团公司洛阳船舶材料研究所 中航工业制造技术研究院 和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组建全海深太合金载人舱研制国家队 成功建造世界最大可搭载三人的全海深载人舱 奋斗者号多次在马里亚纳海沟完成深潜作业 获取大量生物地质等深渊海底样品 离不开灵活有力的机械手 这是中科院使用自动化所的杰作 机械手具有七个关节 可实现六自由度运动控制 持重能力超过60公斤 能够覆盖采样栏及前部作业区域 具有强大的作业能力 机械手还突破了超高压密封技术 及超高压游业环境驱动与控制等技术 在深渊海底顺利完成了岩石生物抓取 及沉积物取样器操作等精准作业任务 这也是我国首次将全海深液压机械手 应用于万米作业 好的了解省内新闻 来看今天的百秒辽宁 日前 第16届深圳文博会发布 2020中国最美现役榜单 全国共有126个县市区榜上有名 辽宁的新宾县 本溪县 宽垫县 新城市 富蒙县名列其中 11月30号 辽宁自贸实验区大连片区 推出平行进口车 跨关区保税展售加税款保证保险担保业务 这是其今年7月份推出的 首台平行进口车 跨关区保税展示业务的再升级 在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前提下 此次有12辆平行进口车 运至海关特殊监管区外 开展保税展售业务 近日 2020年 全国研究生动画优秀作品展 在鲁迅美术学院大连校区举行 来自全国51所高校研究生的 70多件作品参加了展出 所有参展作品均为 2019至2020年度完成的原创作品 新闻多角度解读另一面 近日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官兵 前往高海拔点位巡逻 这里的紫外线 是平原地区的3到4倍 为了保护裸露在外的皮肤 出发前 副连长将高原护肤霜 分发给了大家图名 那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官兵们踏着积雪迎着寒风 向执行点位前进 做好高原美妆国主 一定要擦得厚一点 向高原官兵致敬 简单朴素的一句话 往往却最能触动人心 近日浙江明波的谭女士和丈夫 从工地干完活 由于来不及换衣服 满身的灰尘 穿着脏衣服去学校接孩子 不过夫妻俩还是有些担心 她去学校之后会给孩子丢脸 没想到孩子见了父母 了解到他们的故意之后 说的一句话 让父母是瞬间泪目 我爸爸妈妈又不偷 又不抢 有什么好嫌弃 即使没有华丽的外衣 你依然是我心中最美的那个人 这也许 这也许就是孩子对父母 最温暖 最深沉的爱 再来看 最近山东青岛一个派出所 接葛某报警 说自己的电动车被盗了 经过调取监控 民警很快就确定了 在同一个工地干活的王某 有作案嫌疑 经查王某因为自己的电动车 陈旧损坏 于是在工地上就物色了一辆 没有拔钥匙 而且还比较新的电动车 但由于是新款车不会骑 王某只好是推15里地回家 目前被盗电动车已经被追回 嫌疑人王某已经被采取了 刑事强制措施 当地民警问他 以后还干不干这事了 王某很干脆的回答 还敢干 一次就要命了 挣的都是辛苦钱 还是好好地做个打工人 最起码这个泪 他不白挨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日房夜房 家贼男房 一些人自以为安全的地方 却可能正被身边人挖坑下套 近日江苏徐州警方 侦破一起网络交友诈骗案 受害人张某一年间 先后被网恋女友诈骗594 被骗金额高达102万元 更让人惊讶的是警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 徐某竟然是张某的弟媳 原来今年47岁的张某离异之后 唐弟媳徐某先后帮他介绍了好几个女性朋友 虽然都没能成功 但是张某每次都会打钱给徐某当作介绍费和招待费 这就让觉得有利可图的徐某就动了歪心思了 怎么说呢 这亲戚是真亲戚 但这关系是真塑料 真日应了那句话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温故之心说谷论今 今天继续为您揭秘坑老的那些骗术 不知道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宣传广告 说免费赠礼物 免费体检 免费讲座 免费旅游等等 家里的孩子早就提醒爸妈了 这样的活动不能去 但是有的老人却想着 没事我不花钱 拿了礼物我就走 不会吃亏的 其实这些免费是很危险的 不信您就往下看 揭秘坑老骗术 帮银发族逃离诈骗陷阱 说今天的案例之前 我来告诉大家一组数字 据调查显示 我国每年保健品的销售额约2000亿元 其中老年人消费占五成以上 1000亿啊 这都是咱大爷大妈手里的真金白银 人到老年 想健康长寿 适当购买保健品 本无可厚非 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和无良商家 为了赚取巨额利润 利用老年人渴求健康和摆脱孤独的心理 让不少老年人深陷保健品骗局 每年受骗上当的案例层出不穷 怎么样 我没骗您吧 说了反钱就能反钱 对对对 莫奶奶 这是您的 天秘啊 这钱呀我不要了 你全部给我买成口服业 好嘞 那你下次能反八千了 那是 我们也都买成口服业 就在不久前 沈阳市公安局行政禁毒局 就破获了一起冒充医生教授 以食品冒充药品的诈骗案件 抓获团伙成员数百人 经核查 此案的被害人达上万人 分布全国各地 其中绝大多数为中老年人 为什么这么多人上当受骗 骗子们怎么一步步 让大爷大妈的钱袋子松了口呢 首先 俩字吸引你 啥字啊 免费 比如说 请您听讲座 人来了就免费送鸡蛋 擦锅球 洗衣液 牙膏 卫生纸 打着免费的幌子 先把老年人吸引过来 然后就开始给您讲健康知识 其实呢 就是推销保健品 一边推销 一边一口一个大妈的叫 比自己的孩子还亲呢 并且您细听 他们推荐的保健品 保健效果真是太厉害了 比如 包治百病 使用产品三天见效 永不复发 一番洗脑之后 所谓的专家医生 就一次上场忽悠您了 其实这些所谓的专家医生 都是雇人冒充的 利用老年人迷信权威的心理 忽悠老年人购买产品 并且骗子们 做戏 还有做的全套 还会安排老人 也就是所谓的托 来现身说法 说自己用过这个产品 效果有多么多么好 来打消老年人的疑虑 您一看 那个大兄弟跟我岁数差不多啊 人家吃完那保健品 那精神头都快赶上精神小伙了 我差啥 必须买呀 您一掏钱就上当了 您一定要谨记 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 也不能替代食品 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拿不准的问问儿子闺女 尤其要注意 凡是声称保健品能包治百病 或专制疑难杂症的 一定不要购买 凡以产品销售为目的的养生奖座 专家报告等等 一定不要参加 让我们一起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不给骗子任何的机会 找了大半辈子的钱 咱们买排骨吃 它不香吗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11月14号上午9点左右 大连高新园区交警大队 接到了群众举报 说一辆白色的吉普车 正在高新园区的辖区内行驶 司机没有驾驶证 接到举报线索后 交警立即展开了调查 立即视频寻控 调取当天的卡口 通过它的行车轨迹 发现这台车行驶在信达街附近 最后我们把这台车锁定在 信达街的第八区小区 随后附近的港秦民警 赶往现场拦截 半小时后 在信达街与巨弦路路口 将这辆车拦停 要求其出示 他的驾驶证行驶证 车主出示了行驶证 谎称驾驶证没带 驾驶证不随随形态吗 这是驾驶员必须的 根据驾驶员詹某提供的身份信息 交警查询到詹某有驾驶证 但处于超分扣留状态 不能开车上路 原来今年4月28号 詹某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被交警查获 受到驾驶证计12分 暂扣6个月的处罚 詹某说 他原本应当通过学习和考试 领回驾驶证 但是因为生意比较忙 就一直没有参加学习考试 当天因为急着去高新园区 一处工地谈事 就抱着侥幸心理 自己开车出来了 詹某说 他本以为偶尔开车上路 不会那么巧遇到交警 应该能逃避处罚 没想到竟然被知情人举报 被交警精准锁定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艾滋病日 这种病是如何传播的 该怎么防怎么治 还需要再说说 到底啥原因 云南腾冲热气球项目发生意外 工作人员坠下身亡 好的 浏览国内外大事 百秒天下 为您梳理昨天发生的重要新闻 从今年11月28号起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参加 存款保险的金融机构 全面启用存款保险标识 其实存款保险制度 早在2015年 就覆盖境内所有法人银行 但政策实施以来 却显为人知 拥有这个标志 意味着每个储户 在单个银行中 50万元以下 本外币存款 本金和利息 都受到存款保险的 全额保障 保费由金融机构缴纳 11月30号 国家医保局 相关负责人透露 目前我国已建成 全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 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 已经达到了13.5亿人 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从基本医疗保险来看 2019年职工医保 和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 住院费用支付比例 分别达到80%和70%左右 老百姓个人卫生支出 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 由2010年的35.29% 下降到2019年的28.36% 近日工讯部负责人表示 今年我国网络安全产业规模 将超过1700亿元人民币 较2015年翻译班 增速超过国际平均水平 目前我国网络安全从业企业 超过3000家 覆盖网络安全设备 安全服务 安全软件等产业链各环节 11月30号 江苏省延城市中级联明法院 和所辖 降水 涉阳 滨海等 7个基层联明法院 对江苏 降水 添加仪 化工有限公司 321特大爆炸事故 所设22起刑事案件 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对7个被告单位 和53名被告人 依法判处刑罚 据了解 2019年3月21号14点48分 位于江苏省延城市 降水县生态化工园区的 添加仪化工有限公司 长期违法储存的消化废料 因持续饥热升温 导致自然燃烧 引发消化废料爆炸 造成78人死亡 76人重伤 640人猪瘾治疗 直接经济损失 19万8635.07万元 日本东京奥组委方面估算 因新冠肺炎疫情 推迟一年决办 东交易会 需额外投入 大约2000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126亿元 额外支出包括 再次确保场馆的相关费用 租借和保管设备的费用 奥组委的劳务费等 据了解 东交易会 推迟至2021年7月23号 至8月8号举行 东交易会和残务会的测试赛 将在2021年3月重启 下面的时间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最新的天气情况 把时间交给沉默 好的 风雪落了秋夜 大地披上了冬装 今年辽宁的冬天 虽然说来得有点晚 但是气势汹汹 12月了 这第一天的早上 快七点了 天才刚蒙蒙亮 现在也正好是一天当中 最冷的时间段 大多数地区室外的温度 已经是接近零下10度了 而东北部地区的温度 甚至更低是零下十几度 好在这几天没有大规模的降温 和雨雪天气 过不了多久 都灿烂的阳光抛洒大地 天也会渐渐的暖和起来 那今明两天 全省只有大连会下雨加雪 其他地区都是晴获多云的 今天白天 各地的最高温度 和昨天相比 没有太明显的变化 大连 安山 丹东 银口 盘景 1度到4度 其他地区 零下3度到0度 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 最低温度向大连 是在零下4度 到零下1度之间的 丹东 锦州 银口 盘景 葫芦岛 零下9度到零下5度 其他地区 零下14度到零下10度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风力情况 今天全省还是会刮北风 或者是东北风 那今天全省的风力都不大 只有大连的风力会是4到5级 像是阳 丹东 复兴 辽阳 铁岭 和朝阳的风力都会非常的小 将会只有2到3级 其他地区将会集中在3到4级 那昨天是11月的最后一天 辽宁各地是阳光明媚 避空如洗 一起来看一看 七千观察员们 镜头下的美丽瞬间 先来看一看水阳 水阳晴朗的冬日 是晴空万里 空气清新 那空气当中的海氧量比较高 深吸一口气 顿时感觉神清气爽 特别的舒服 这么好的天气 不出去走一走 实在是太可惜了 七千观察员贾薇刚 昨天下午3点多 就来到了万柳堂公园 他说这个时候 溜湾的人不是很多 金灿灿的太阳 正在缓慢的下落 借着泛红的阳光 几位华冰爱好者 已经在杰冰的湖上 留下了长长的身影 再来看一看章午 昨天的章午呢 零下三度到零下十二度 整天的温度 都是在冰点以下的 不过空气质量非常的好 昨天上午十点多 七千观察员杨多泉 来到了迎宾广场 随着温度的下降 在广场游玩的人呢 是越来越少了 树叶落了 草黄了 远远望去呢 只有忍冬果 在寒冬当中呢 是仍然火红火红的 忍冬果呢 是太平鸟的美味佳肴啊 这间成群的太平鸟 围着忍冬果 树是上下的盘旋 争抢着树上 越来越少的忍冬果 在蓝天的背景下呢 火红的忍冬果 供下了这个冬天里 难得的生命色彩 再来看一看 冬日里大连的日出 昨天大连天刚亮的时候呢 天空有极末云霞 像是在宣纸上作画一样 在阳光的映沉之下呢 天空啊 菊黄当中 渲染出了青红色 霞光呢 也给世间万物 披上了金黄的外衣 山林除了几成鸟鸣 没有喧嚣 早起散步的市民 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 仰望着绚丽的朝霞 基金文柴员李赵刚说了 由于这样的景色 停留的时间 非常的短暂 拍照的人呢 只有瞪大了眼睛 屏住呼吸 身手敏捷 才能抢到有利地形 寻找最佳角度 都说啊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这最美的风景 也总是留给 这些早出晚归的人 我们再来看一看北票 昨天的北票呢 可谓是天蓝蓝 风轻轻啊 在冬日温暖柔和的阳光下呢 远山被薄雾所笼罩 忽隐忽现的远山 好像少女弯弯的眉带 寒情默默 远山如带 薄雾轻浮 近处的果树 虽然说掉光了叶子 但是呢 这也为明年薄发 而蓄力的季节 待到山花拉麦时 相信这里一定是 风景如画 美不胜收 我们期待着 看看明年这里的好风景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水阳的天气 水阳呢 今天是晴天 今天白天 最高温度零下1度 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 最低温度零下12度 温度和昨天相比 变化不大 西风2到3级 明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 明天白天 预计最高温度 会略有下降零下2度 预计明天晚上到 后天早上的最低温度 将会是零下13度 现在呢 水阳的室外温度 是零下12度 室外的皮 阿玛达五指数 是30微克美立方米 请不吝点赞 订阅ś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仅有多种营养还能帮助人们调理气血 可是前几年就有媒体曝光了俄焦造假的新闻 不法商家用混了牛皮的下脚料来做原料制作俄焦 给消费者的健康带来威胁 那么好的俄焦究竟应该如何辨别 正宗的俄焦用料有何讲究呢 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 相传 从周代起 我国就对动物皮制胶的工艺 有了比较精细的研究 经过古人的反复实验与探索 最终驴皮杀出虫围 成为了制胶的宠儿 当时就叫做驴皮胶 但要说为啥叫鹅胶 这事儿它得从一口井说起 就是因为它像江苏啊 山东啊 浙江这一带 可能都在产 但是在山东东厄县那个地方 产的那个阿胶 那个阿景 那个谁有记载 就古书上都有记载 那个地方产的阿胶 可能供应北京的皇帝吧 供应上次人是吧 质量比较好 慢慢的呢 大家都管所有的这个驴皮胶 都叫阿胶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 具有这样的记载 鹅胶本性商品 洪景曰 初东鹅顾名鹅胶 就这样一传实实传百 因为山东省辽城市 东鹅县的驴皮胶出了名 所以大伙就给它驴皮胶 起了个名字叫做鹅胶 这么说来 鹅胶的好坏 除了驴皮的品质外 水也很重要 东鹅县的水源 来自于泰山与泰杭山 两股地下潜流 经过砂石的层层过滤 不但能够起到清洁的作用 同时也带入了钙 甲 美钠等矿物质 用这样的水熬制鹅胶 更能够去除驴皮中的杂质 使胶质纯正 色如琥珀 让鹅胶中的微量元素 也更加丰富 这个鹅胶的好坏 我们怎么去变点呢 这样我给你 直接给你演示一遍 你看看 好的鹅胶 你看 这个透光度 剔透 光亮 如果说不是好的鹅胶 它透光度或者是没有 或者透光度没有这么好 对 我看到了 它这个画面里面就是那种金银剔透的 然后没有任何的杂质 一点点杂质都没有 是的 是的 如果有杂质的话 它没有这么通透 有了这正宗的鹅胶做原料 加上上等食材 核桃仁 黑芝麻的融合 鹅胶膏应运而生 大家看我手上这块鹅胶膏 光看食材是不是就很诱人 这鹅胶膏里面呢 有红枣 枸杞 核桃 还有黑芝麻 这些可都是有艺人体的好东西 那最重要的就是 这里面的驴皮胶 是正儿八经来自 山东东俄县的东俄鹅胶 那这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 哪个老铁能不想赶紧尝一尝呢 一块优秀的鹅胶中 除了最重要的鹅胶品质要好 其他原料也绝不能含糊 我们采用的这都是 云南的上等的最优质的核桃仁 最后就是存留下来的是 比较饱满的 比较大的 口感更加佳的大核桃 是的 是的 我们采用的全部都是最优质的 那我们除了这个大核桃仁之外 我们制作鹅胶膏的话 还需要其他哪些配料吗 还是需要绍兴的这个黄酒 中宁的这个枸杞 银下中宁的这个枸杞 还有这个心经这个灰藻 唐代诗人白居易 还曾写下春寒刺玉华清池 温泉水华洗凝汁 来赞美杨贵妃孵如凝汁 据说它的秘诀来自于鹅胶 因为鹅胶这个东西 它含有胶质啊 胶原 胶原蛋白 它的蛋白质含量 大概在60%到80% 它含有大概17种 就是氨基酸 其中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大概有7种 另外它含有铁啊 铜啊 蒙啊 铁啊 锡啊 这些微量元素好多种 特别是铁的含量非常高 它含的这些东西 是我们造血细胞需要的原料 而且实验证明 它能够提高人的血色素的含量 血红蛋白的含量就差 所以它是对血液的补益作用 是无可置疑的 也不可替代的 今天是第33个世界艾滋病日 据统计 截至今年10月底 辽宁省报告现存活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 20774例 整体疫情属于低流行水平 今年1月到10月 我省艾滋病新报告人数 较去年同期又减少了24% 新增病例已经连续4年下降 由于艾滋病病毒会使人体 逐渐丧失免疫功能 所以感染者容易出现 恶性肿瘤等各种疾病 艾滋病毒虽然可怕 可它一旦离开人体 存活时间很短 因此日常接触 并不会传播艾滋病 在性 血液和母婴 三种艾滋病的传播方式中 由于母婴阻断 和血液核酸检测的普及 血液和母婴传播所占比例 也大幅下降 性传播成为近年来 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方式 我们省的2万余例病例 性传播占95% 在性传播中 65%的病例 是通过同性传播 所以我们省是采取的 以性传播防治为基础 同性性传播防治为主 这样的防治策略 艾滋病虽说还没有被攻克 不过随着医学的发展 艾滋病人体内的病毒量 可以控制到安全水平 这样不但可以降低 艾滋病的传染性 也会大大减少患者 出现并发症的风险 因此 及早发泄 积极治疗 对防控艾滋病 有着重要意义 我们在全省设立了228个咨询检测点 那么全省是四个市 105个县区疾控中心 是能够提供免费检测 记者洪亮 李京亮报道 说起艾滋病不少人都会很敏感 谈爱色变 其实对于任何疾病 我们都应该以科学的眼光去证实它 如果大家对艾滋病普遍存在误解和歧视 病人得不到社会的接纳和治疗 只会促使艾滋病进一步反乱 下面咱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艾滋病的防治 大家都知道 日常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 很多人可能理解日常接触 只包括一起生活 工作 用餐等等 其实共用毛巾 洗漱用品 甚至像情侣间接吻 扎儿眼等行为 虽然不卫生 可能传播其他疾病 但传播艾滋病的可能微乎其微 脱液里面的病毒含量是极低的 所以说没有一定量的病毒 是很难建立传播的 针刺上这种情况下 感染艾滋病的几率还是极低的 因为我们总有一些医护人员 在医疗诊疗过程当中 发生这种暴露 比如针刺上 几乎很少有人因为这样的一个途径 来感染艾滋病的 艾滋病早期可能出现发热 皮疹 乏力等类似感冒的症状 很容易被患者所忽视 因此对于有高危行为的人群 应在事后去医院进行药物阻断治疗 并在窗口期后接受艾滋病毒检测 窗口期就是说从它感染 到能检查出来这个事情 就是窗口期 你比如说核酸检测 窗口期大概就是一周 那么像抗炎抗体检测 大概两三周 就基本上很快就能被发现 但是有很多人没有去做这个检测 那它又进入到一个漫长的 无症状期就潜伏期 可能是6到8年 它病毒含量还是有的 就是它还是有传染性的 应对艾滋病有专家提出 治疗也是有效的预防 就是说艾滋病如果早发现 早干预 可以有效控制它的传播 预防病毒对人体的损害 和并发症的出现 其实现在艾滋病虽然没有办法治愈 但是它已经成为了一种 可防可控的一个传染疾病 所以说这些病人只要能够按时服药 现在研究证明 它基本上能够达到一个正常人 健康的一个寿命是差不多的 而这个过程当中 它可以工作 学习 生活 甚至可以要一个健康的宝宝 提及沈阳的北陵公园 沈阳人都不陌生 夏天公园里郁郁葱葱 在里面待上半天 空气清新 环境幽静 十分的享受 一到冬天天气寒冷 树木凋零 这个时候游客也比其他季节少了很多 但是这个时候 也正是保护古树名牧的好机会 那些树林达到300年400年的古树 到底是怎么保护的呢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北陵公园共有古树名牧2134树 其中有2099树古游松 还有大叶瓢 小叶瓢 国怀 榆树等 绝大多数古游松的树林接近400年 北陵公园里最老的古树 树林超过了500年 一树被称为神树 一树是银克松 有些古树常年累月地 受到雨水 害虫等侵蚀 渐渐形成了一些树洞 如果放任不管 时间长了树干就会变空 也就经不起风吹雨打了 聪明的园林工作者 给这些树洞安装了封闭门 把树洞打开之后 把里面腐蚀的东西处理干净 刷树木防护油 然后对它进行一下保护 然后再在它外面 用铁丝网给它做一个龙骨 然后在龙骨的外面造成水泥 这样我们对它整个树面 进行一下保护 然后留上下两个通风口 就是保持树洞空气的流通 防止树干的进一步腐烂 副状管是给古树补充养分的一个措施 这个管子既能透气还能透水 水和养料通过管道 能直接达到古树根部 对于一些比较弱的古树 自己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较弱 利用管道将肥和水 直接输送到树的根部 相当于把饭喂到了古树的嘴边 园林公认还要把古树周边的小杂树 这些小杂树和古树争夺养分 夏天树叶茂盛的时候 还会遮挡住古树 影响古树的光合作用 对于一些倾斜的古树 工人们还要用铁管对其进行支撑 防止大风把古树折断 各种保护手段齐上阵 就是为了把这些400多年的古树保护好 第一时间同月田璧军报道 画面中行人在路面小心翼翼地行走 有经过市民连人带电动车摔倒 据了解市区多个路段存在类似情况 市民叫苦连天 我们这个刀绕的剑花写路 那个地方有敲 岛山那个杀树散啥的 零下45度的温度就结病了 我给他看一会 你多少得花刀十百个吧 岛山上百的这些 我摔倒了 我昨天刚刚那地方摔倒了 假如说他摔倒了之后 后边有几栋车 要是过来之后这不是危险吗 这个天那么冷 都不能再大水了 它不光是一个路段 我给区里边看了其他的那些路段 这都是杀水 所以路上都结病了 对对眼前的清晴茶 再带来的影响不求小爱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到底啥原因 云南腾冲热气球项目发生意外 工作人员坠下身亡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继续来看新闻 11月30号 云南腾冲火山地热国家地质公园 一个热气球项目发生意外 一名工作人员从热气球上坠下身亡 视频显示 热气球升高在半空中 安全绳拔脱后挂在吊篮上 工人先抓在安全绳上 之后慢慢滑脱后坠落 腾冲市应急管理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当时员工在工作结束收热气球时 突然起风 其来不及放手 被带到空中发生坠亡事故 热气球吊篮里面没有游客 释发后地面游客都被安全疏散 目前当地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 对事故具体原因展开全面调查 在这要提醒大家 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 10月28号朝阳市龙城区联合乡 大三家村的一位大姐 外出后一夜未归 家人寻找了一个晚上 急坏了 第二天上午 大姐的丈夫在村里的一处枯井里发现了她 立即拨打了119 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 井口直径约一米 井深约15米 井内无水是一口废气的枯井 被困者由于受伤 加之被困一夜体力不支 神志也较为恍惚 情况十分危急 哎 你是伤在哪了吗 哎呀 说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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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师傅 时间就是生命 指挥员根据现场情况 利用现场的吊车 把救援绳索绑在悬挂滑轮上 让一名消防员穿戴全身吊带 佩戴空气呼吸器 顺着绳索下到井底 同时携带另一条绳索 用于固定被困女子 消防员到达被困人员位置后 发现被困者腿部受伤严重 消防员于是将吊带绑于被困者腋下 在地面的消防员 及周围群众的合力帮助下 被困女子被安全救出 送到救护车上 目前正在医院接手治疗 阿根廷检察机关下令搜查 马拉多纳私人医生卢克的办公室和住所 查封了他的医疗档案 但并未透露调查原因 卢克当天接受采访者表示 否认对马拉多纳的死亡负有责任 没有任何医疗过失 无论他的病症如何 迪哥就是突发了一次心脏病 像与他有相同病情的病人一样 以这种方式去世很常见 很遗憾 这就是事实 以前发生过 以后也会发生 此前 马拉多纳的律师要求 对其死因展开全面调查 批评医疗紧急救护反应迟缓 救护车延误了半个小时 才抵达现场 目前事件还在调查当中 11月25号上午 在湖南省岳阳县城区 长峰路的不同路段 接连发生了两起 因电动车随意横穿马路 和随意变道所引发的交通事故 路面监控记录下了事发时的一幕 视频显示 当时天空正下着雨 上午9点02分 在一个交叉路口附近 一辆三轮电动车 准备横穿双向六个车道的马路 就在三轮电动车越过中线 进入对象车道时 一辆大货车避让不及 直接将电动三轮车 撞飞到路边绿化带 现场碎片洒露一地 民警赶到现场时 三轮电动车驾驶员 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电动三轮车侧翻在绿化带内 货车左侧车头部位 被撞掉一大块 大货车司机段某称 当他发现三轮车越中线过来后 立即制动进行避让 但由于雨天路滑 最终还是迎头撞上了三轮电动车 而就在这起事故发生前的四分钟 在另一个路口也发生了类似的一幕 8点58分 在路口上方左侧来车方向 一辆黑色小车正常行驶过来 突然从其右侧辅道 窜出一辆电动车并入主干道 结果电动车撞上小车右后侧 电动车驾驶员连车带人当即倒地 摔出十多米远 事故造成电动车驾驶员刘某 左肩胛骨骨折 幸好戴了安全头盔 头部没有受伤 岳阳县交警大队已初步认定 两位电动车驾驶员 负各自事故的全部责任 待两年并经稳定后 将做出最终事故责任认定 来关注国际方面疫情防控的消息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 德国很多的餐馆被迫停业 慕尼黑附近的一家餐馆 另辟西进推出了 免下车逛圣诞集市服务 希望借此帮助餐馆度过疫情难关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包括纽伦堡在内的 德国多地传统圣诞集市被迫取消 为了帮助餐馆度过疫情难关 餐馆老板西蒙创办了 免下车逛圣诞集市活动 搭建了不同烹饪摊位 给驾车的人提供热红酒 薄饼 烤栗子等小吃外卖 很不错的一个创意 虽然所有的圣诞集市都取消了 但这里很有节日气氛 我很喜欢 我觉得挺不错的 值得推荐 能感觉到一点节日氛围挺好的 这种活动目前是被允许的 为控制疫情 德国联邦和各州政府25号 已同意延长当前的封锁令 至12月20号 并收紧部分限制措施 在新的防疫措施下 餐厅 酒店以及文艺场所 将继续保持关闭 社交接触限制也将变得更加严格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 截至北京时间30号下午2点26分 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达1338万3321例 仍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不过呢 当地时间29号 纽约市长德布拉孝宣布 该市将从12月7号开始分阶段重开小学 德布拉孝表示 为了保证安全 学生将每周接受一次新冠病毒检测 家长必须为学生签署返校同意书 每周我们都将在所有学校开展检测 回学校上课需要填写同意书 我想强调一下 除非有同意书 否则学生将无法返校 除小学外 提供特殊教育的学校将于12月10号开学 有条件保持社交距离的学校 可实行每周五天的面对面授课 不过纽约市的中学生将继续保持线上教学 此前纽约市规定 如果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持续一周超过3% 学校就不得开放 而目前纽约市的检测阳性率为3.1% 根据与教师工会达成的协议 纽约市于11月19号取消了所有面授课程 最近四川南充一位小伙子 倒离过马路的视频走红了 当事人张爽说 2013年他作为复读生 高考压力大开始尝试倒离减压 之后一发不可收拾 持续练习7年 还请了专业体操教练当老师 7年来张爽创造了4项 倒离行走的世界记录 不过他也表示会注意安全第一 确定安全的情况下去尝试 这种解压方式挺省些 不过废手套啊 在大神手里 任何工具都可能是神笔 福建莆田的林先生 是一名初中美术老师 他从毕业开始 就每天在黑板上画画 到现在已经画了25年了 他表示学生要求画什么 他都会尝试着去画 好友灵魂的粉底画 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法收藏 即兴表演也是一门艺术 11月29号 在广东佛山 一舞师在后场的时候 就即兴表演了一段打瞌睡 表演团的黄先生表示 当时是为了逗观众开心 而这段看似简单的动作 其实融合了50里边的多个技巧 内行看门到外行看热闹 估计不少人已经看出来了 还挺像熬夜后的自己 主人睡觉时狗狗能有多贴心呢 最近一条鸡毛狗狗 在主人睡觉的时候 暖心举动 让很多人大呼感动 当他发现主人睡着之后 先是默默地 把主人手中的手机叼走 贴心叼来被子给主人盖上 接着还小心地关上门 最后陪着主人一起休息 家里有这么一只天使狗狗 主人应该很容易幸福地睡过头吧 好的 以上的就是今天 第一时间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彭博 我是刘欣 第一时间明天见 明天见 我一直在寻找 找那条流淌在心中的河流 我知道也许它不在任何地方 或是就在我心底最疼痛的故乡 究竟留多少来怎么停止哭泣 究竟会多受